有请本场比赛红封 最著名的吴僧一龙 掌声换舞的送给一龙 比赛现在开始 在双方出场的时候 现场的观众可以说是叫群情激愤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多么希望吴僧一龙在这场比赛里面 有多么精彩的表现 可想而知 我们都知道吴僧一龙的打法是与众不同 他不仅擅长少林拳 用春拳 他把很多传统那些拳种 技术特点在武林峰自由搏击的类材上施展出来 他不是一味的来学习自由搏击的 我们拳法腿法那种组合 他是把传统拳的许多的招数 通过自己对他的理解 在这场比赛当中演绎出来 让我们对吴僧一龙 大家之所以那么喜欢他 就是因为他的打法非常的独特 他这种独特就是把传统拳的一些招式招法 结合自身特点融合在一起 我们也看到他日本的这个穆士马 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打得也非常的灵活 尤其是武僧一龙的这种进攻的方式震慑着他 他想通过这种移动的灵活方式来克制武僧一龙 你看穆士马非常聪明 我不给你打阵地战就是要移动 移动移动之后我打你的反击 漂亮的低扫 转身低扫这很难很难见 转身后灯 转身的边圈 然后又直拳接上 所以说武僧一龙你说他的招式是从哪连接 是这时候出完下个什么招式都很难的判断 他绝对不是按常常所认识到的那种招法和节奏去打比赛 不会的 别人很难说这个一龙这么难打的原因就在这里 第一回合结束 第一回合结束 可以说武僧一龙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在一王五林峰的擂台当中 他说演绎就是无招胜有招 很多他在这种打法那种节奏我们都很难能够预算到 这位是安全的 真相对 ludene Van 快 好 第二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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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观众朋友们看到这是 武僧一龙从日本的 牧师马进行的第二回的比赛 这一场男子七二公斤的比赛 我们在竞篇秀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龙 在尽心的调整自己的呼吸 他在想我第二回合比赛 要什么一种招式的打法 在赛前 一龙总是有做休息不好 不好的原因 他都是全力的投入 第二天的比赛之前 他对自己的 可以说一些战术意图的安排 想的太多 想的很多 我们看到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 这一场比赛里面 也有所不同 他在进攻中 招式 更加的诡秘 穆森一龙说 我也不追你了 你就来吧 来吧 我等等你 尽管事态的发展 当然 就是这种招式 现在一样的 日本的牧师马也不知所措 因为他不知道一龙到底出什么招 到底他在想什么 他不知道 今天现在一龙总是用一种反架子的防御措施 这有机会应该加上去一个后手拳 哦 打空了 这个摆拳打空了 前手拳之后 有跟上 这边转身的边权很冷很重 我们就说吧 武僧一龙 他在出的招法 让别人很难想 他下一个动作是什么 他前轮转打完之后 突然之间一个转身边权 非常快 刚在我们场上采访毛金宇 给这个日本的牧师马进行了强度 这样的话牧师马就要失去两分 这是飞机动作 所以说你说这个一龙怎么出招式 不知道 谁能判断他下一个动作 第二回合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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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回合结束 第三回合结束 第二回合结束 第四回合结束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现在大家看这是火箭小王争霸在杭州站的一场男子七二级的比赛 武僧一龙迎战的是日本的莫士马 这是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 在第二回合比赛里面 武僧一龙刚才就是利用转身的篇决 武僧一龙现在在第三回合比赛里面 武僧一龙又想估计从眼之间之后又转身一个边权 但是没有打住 现在武僧一龙再放一马 让莫士马进来之后 来个守住带住 武僧一龙 但是日本的莫士马非常的聪明 他不会轻易的上当受骗 所以武僧一龙还要找机会 再利用对方所不知道的一些招数攻击对手 转身后蹬 转身后蹬 现在在控制好距离之后 低扫 现在武僧一龙要把节奏控制一下 调整一下体能 高边队上头 转身后蹬 再来一枪 漂亮这个连贯动作 你像一般的一个选手 他转身后蹬完之后 他一定不会说在转身一个直前打 这个连贯动作没有的 只有武僧一龙像他这种选手 漂亮的选手拳 打到现在比赛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肯定武僧一龙是以大比分 至少30应该是 现在这30已经是比27 如果这几个获胜应该是30比29获胜 但是武僧一龙不满足这种胜利的方式 他要像TKO对手 还要不停的进攻 还在找机会 因为每一次一龙的比赛都 非常漂亮的飞行 武僧一龙可以说在今天的比赛里面 尽情发挥自己的这种技术 他的打法更加的丰富更加的立体 既有转身的边权后蹬还有飞膝 他每次这种对抗赛 这种肩负着巨大的这种压力 还有你这种精彩的胜利 赢得更加观众的贺赛 三十比二十六 二号材败员三十比二十六 三号材败员三十比二十六 比赛结果红方胜 有请颁奖嘉宾 浙江凯旋门二门斗捞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王高松董事长